歡迎收看總編輯時間 我是杜萍 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 即將全面拉開帷幕 那麼民主黨和共和黨 就要進行黨內的出選 來推出自己的候選人進行競爭 而原在大祥此案的 中國浙江省義烏市 現在已經開始出了所謂的預測 有的商人說 2020年美國大選特朗普會連任 那麼他們的判斷依據是 全球兩大電商平台 收到來自美國方面的 競選文宣的產品的訂單 包括競選的旗幟 帽子 T恤衫等等 大多都是為了特朗普而定製的產品 那麼其他的候選人基本上沒有定製 那麼早在上一屆大選的時候 當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 就擁有72%的勝選率的時候 就義無的商人們就做出了一個 非常驚人的一個預測 他們說特朗普會當選 當然也就成了一個現實了 那麼大選的民調有時候會撒謊 但是用美元投票的方式 來採購競選文宣的產品 那麼其實有時候還是比較誠實的 那麼關於義烏呢 還有另外一個數據也很有意思 2019年前三個季度 義烏的聖單商品出口 達到22.3億元增長了22% 那麼這個數據呢 實際上是比競選文宣產品 還有更加有意義 它暗示著說在單邊貿易保護主義 開始在全世界盛行的時候呢 中國作為小商品世界工廠的地位 沒有被撼動 諷刺的是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們 都是典型的反全球化主義者 他們反對製造業外流 反對工作崗位流失 但是他們卻充分地意識到 在競選文宣產品和聖誕商品 這些小商品上面 以美國國內的生產成門而言 他們是很難覆蓋銷售價格的 那麼站在義烏看世界 不是浮淺地看預測大選 結果到底會怎麼樣 畢竟呢大數據的角度呢 大數據的角度還需要太多的運算 但是理解數據背後的大選的政治 以及如何進退 或許有助於中國形成自己的話語權 這個義烏 所謂的義烏數據 這個最初的時候 可能更多人知道的是 是在法國黃貝欣運動的時候 就是義烏啊收到的黃貝欣的訂單 來自法國的黃貝欣的訂單呢 這個按照它的數量多少 可以判斷呢 就是法國的黃貝欣運動 到底規模有多大 聲勢會不會增加 或者是說它的規模會不會減少等等 那麼當時是以這種方式來預測 這個法國的社會的動態 但是對美國大選的話呢 說實話這個以訂製選舉的 這個文宣的產品來判斷 美國大選到底會不會是特朗普當選 或者是另外一個候選人當選 其實還是為之上早 我是覺得啊 因為就是從訂購文宣產品來講的話 有的不見得都是從義烏來訂購 所以只是作為一個事實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聞呢 是在澳門啊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18號下午在澳門 會見了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士安 習近平肯定了崔士安 過去十年的工作 並且希望他支持 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那麼繼續為一國兩制的實踐 貢獻力量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在抵達澳門後 隨即會見了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士安 他用兢兢业业 勤勤懇懇八個字 肯定了過去十年 崔士安作為行政長官的工作 這個你做特首的十年啊 也可以說是彈職以回家啊 當然這十年你是 兢兢業業 勤勤懇懇的工作 這十年也可以說是耕耘的十年 也是豐盛 十年干了多少事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 在崔氏安带领下 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稳健施政 务实有为 无论是维护国家安全 保持社会稳定 还是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民生改善 以及深化同内地的交流合作 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 都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 巩固和发展了 澳门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 崔氏安感谢习主席和中央政府 对澳门的关怀 以及对他本人的信任和支持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 紧紧围绕一中心 一平台 一基地的发展定位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 在促进澳门繁荣稳定 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他将继续尽心尽力 支持新一届政府依法施政 为澳门 为国家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崔氏安早前 在总结澳门的成功经验时指出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是澳门最宝贵的经验 相信新一届政府 将会继续发挥 一国两制的优势 把澳门的发展 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富豪卫视张灵云 蔡小江 陈尚春澳门报道 好 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 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面 确实成效非常的卓注 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说 澳门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面 是成功的呢 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 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 澳门还在它原来的 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能够维持它的和平 稳定和繁荣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从过去20年 到现在维持所发展的情况来看 我们发现澳门的这个发展 其实已经超出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超出的意义就在于包括 比如它自己本身的GDP的发展 非常的迅速 现在已经排名 人均的GDP排名世纪第二 第二呢就是在跟内地 融合发展方面 它确实做得比较和谐 而且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的信任 习近平主席这次 今天下午 提到澳门国际机场的时候 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曾经两次提到 就是说澳门的发展 让这个人们感到非常的自豪 那么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一国两制的落实方面 其实中央政府 对澳门非常的满意 那么当然相比较于香港而言的话 它可能中央政府更感觉到 澳门这样的成功的经验是非常的宝贵 那么将来肯定还会继续的 就是研究总结到底澳门在 以什么样的方式 做了什么事情 才使得这一国两制 能够发展那么好 那么当然对中央政府来讲 这是非常 就是很天资 增彩的一件大事情 所以未来澳门的发展 我相信可能会越来越好 主要在意就是在这个 大湾区和一带一路 以及整个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 很多的机会都有可能会给澳门来做 因为澳门现在虽然人很少 地方很小 这个人才其实也不是很广泛 或者很全面 也不是很多 但是呢就是只要澳门 就是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我想可能中央政府都会给它 提供这样的一些机会 所以呢它要确保 中央政府必须要确保澳门 继续的繁荣下去 而且要继续比现在做得更好 这样才能够再一次证明 或者长期的证明一国两制 不只是可行的 不只是能够成功的 而且还会做得更好 好 下面一条新闻的是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启亮 国务委员建官部长魏凤和 18号下午分别和来访的 日本防卫大臣和爷太郎举行会谈 徐启亮在会见的时候说 中日地缘相继 希望两国国防部门共同努力 推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 为两国和两国防务关系发展 贡献力量 而魏凤和在会见 和爷太郎的时候表示 发展好中日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 对地区乃至世界繁荣稳定 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中方愿意和日本一道 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加强防务交流 深化务实合作 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的发展 和爷太郎则说 日本愿意和中方坦诚的交流 增进了解互信 共同维护好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 这个日本防相 和爷太郎就曾经当过这个外相了 所以他来中国已经好几次了 应该中方官员应该相当的熟悉 那么这次以防长的身份来中国访问 主要是谈的 当然首先还是两国防务部门的交流 和合作的事情 这个有一段时间之前 就中日双方其实已经就海空 这个紧急状态 进行了一个沟通机制 那么在沟通机制的时候 本来双方也愿意 就是设立一个 这个两军之间的 就是防务部门之间的热线电话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成立 当然现在实际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呢 我觉得就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这个改善越来越快速 甚至是已经达到一个全面改善的地步 那么在两国防务部门 直接设立一个热线电话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这次就看他在跟中方的军方 这个会谈当中 是不是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达成这样的共识 这是他首先来中国访问的 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呢 我是想主要还是为政治关系的改善 做进一步的铺垫 因为不久之后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就要来中国出席 中日韩三国的 政府首脑的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呢 就在这个成都举行 那么河叶太郎这次来访问的话 肯定也是为安倍晋三 即将访华 即将到中国来出席会议 做一个更好的准备 那么当然安倍晋三 在华访问期间 肯定要跟中方 也就一些具体的问题 进行更多的沟通 第二个呢就是 第二个高层的访问呢 就是习近平主席 已经基本上决定 就是在明年春季 去访问日本 那么河叶太郎 这次访问中国的话 肯定会涉及到 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特别是要为 这个习近平主席 访问日本成功 做更多的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比如在防卫方面 这个国防等等方面 做更多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以便使得双方领导人 在会晤当中 能够就这些具体的 相关的问题 做更多更深入的沟通 甚至达成一些共识 好 下面是朝鲜 会否试射洲际导弹 受到外界的关注 那么有韩国的专家分析认为说 朝鲜今年年底之前 不大可能发射洲际弹打导弹 这是因为这样做 不仅会刺激到美国 也会引起支持放松 对朝制裁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弹 看一下报道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 在返韩期间 向朝鲜公开提议举行会面 但朝鲜没有回应 由韩国专家分析指出 朝鲜认为美方所提出的方案 没有达到朝鲜期望 就算双方会面 朝鲜也拿你取得满意的成果 专家还指出 朝鲜仍有可能在年底前 发射洲际弹打导弹 但机率较低 反而朝鲜或会公布 发射人造微星等来 预告挑衅的水平 或会发射中程或前射 单刀导弹 向美施压 这些举动都尽量不触碰 特朗普红线 也不会使半岛紧张局势 急剧恶化 但预计朝鲜到明年春天 以韩美联合军业为由 发射桌基丹刀导弹 据报道 比根19日至20日访华 专家认为 若朝方回应对话提议 比根会向中方提出 美朝在中国会面 但如果朝方拒绝对话 比根会敦促中方旅行 对朝制裁 专家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月份的时候 多次提及他对朝的外交成就 但12月以来有所变化 谈到使用军事行动 美国大选明年举行 若特朗普判断 美朝关系哪里取得 进一步成果 或会不再积极处理朝鲜问题 只会被动回应朝方的挑衅 集中竞选的事物 没有时间处理好美朝关系 凤凰威师 金芝贤 韩国淑沃报道 好 现在请看一下 凤凰威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下 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朗普给佩洛西的信函长达六页 自立行间充满愤怒 据悉 特朗普和助手上星期一开始撰写内容 提及民主党在2016年败选后 就开始患上盲目反对 特朗普的精神错乱综合症 至今仍未痊愈 特朗普批评民主党议员 史无前例地滥用权力 挑起这场弹劾行动 违背宪法公开向美国民主宣战 企图发动非法的党派政变 自己写信是希望将这一切 记录在历史上 指美国人民不会忘记 民主党滥权 歪曲正义 对于被特朗普批评 佩洛西就表示 没有把整封信看完 只是觉得荒谬和恶心 特朗普还发推文表示 如果民主党领袖向党员施压 要他们投票赞成弹劾他 共和党在2020大选会更易胜出 他还表示不会收看众议院的弹劾程序 另一方面 众议院规则委员会17号召开听证会 为弹劾辩论制定规则 但会议很快又变成两党议员 在是否应该弹劾特朗普问题上的 一番争论 会议最后通过 在全体表决之前 进行长达6小时的辩论 而参议院两党领袖 同步准备接下来的聆讯 在传唤证人的问题上 分歧依旧巨大 弹劾表决前夕 美国多地17号晚 有支持弹劾的示威集会 在纽约时代广场 巨型横幅写着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项的条文 有关弹劾总统的权利 示威者表示 希望特朗普前往国会作证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一叶特朗普的支持者 与他们打对台 支持特朗普连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路透社17号报道说 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禁止 所有的内阁大臣参加下月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 看一下报道 路透社引述唐宁街消息人士称 英国政府目前的焦点 是履行对人民的承诺 而不适于亿万富翁 和响兵 在上周带领保守党 取得压倒性选举胜利后 约翰逊承诺将领导 一个人民的政府完成脱欧 回报选民对他的信任 这让人想起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 也禁止高级官员出席 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 而今年年初 美国部分政府机构停摆期间 特朗普也决定 取消出席达沃斯行程 不过彭博社 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报道 特朗普计划参加明年1月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 财政部长姆努钦 计划一同出席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将于1月21号到24号举行 今年论坛的重点是可持续发展 报道指出 论坛将为特朗普提供一个 在2020大选前 宣扬经济政绩的机会 预计这是特朗普 在大选年为数不多的 外访活动之一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 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地位 其实每年1月份 来自世界的政治家也好 领导人 当然是也有一些百万富翁 大富豪都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参加这样的会议本身 不是一个社交场合 而是确实是为了寻找一些 投资的商业的一些机会 或者是说从大的范围来讲的话 主要是叫阐释各自国家 对全球化 对自由贸易的一些看法 来推动自由贸易 多边贸易 那么现在的这个刚刚当选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他现在说 他自己要抵制这个会议 然后他政府部门的所有的官员 部长都不出席这样的会议 这样一个理由是这样的 他说现在你要去的话 无非就是跟那些大富豪 举着香槟酒而已 只是跟他们站在一起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英国政府 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 如果要做人民的政府的话 那就不要出席这样的活动 那么这样的理由当然相当的荒谬 就是其实你出去什么样的活动 不要看形式而看内容 如果说你真的是为了英国的经济 让英国有更多的投资者 到英国去投资的话 我想你跟谁举杯 其实都无所谓 那同样也是为人民创造财富 也是可以称为是人民的政府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拒绝 跟富豪见面就是你的政府 就可以称为是人民的政府的话 那当然是非常的浮潜 其实这个约翰逊过去曾经好几次都出席 达沃斯论坛 当伦敦市市长的时候 至少两次出席了这个会议 那如果当时你出席这个会议 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不是一个人民的市长 那就是什么的市长 就是富豪的市长了 那这样的按照他的逻辑就是这么讲 但实质上对英国政府来讲的话 我觉得约翰逊现在的思维 还是沉浸在大选的这种模式里面 也就是说一种比较大选的选举的语言 来表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决策 这个当然是非常的 确实是比较荒谬的 我觉得对英国政府来讲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喊这样的口号 而确实要在这个脱欧问题上 或者说来赢得各个国家 对脱欧之后的英国是不是有信心 这个可能是才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达沃斯论坛 其实没有英国的出席 我觉得今年他可能不去 明年也许会去 就像特朗普是一样的 特朗普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愿意出席 但是后来还是要决定出席 好 下面一条新闻是 阿根廷新政府执政后 这个紧急推出了食品计划 将发放食品卡 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吃饭问题 同时呢 与盛产和零售业 就低价供应基本民生用品 进行谈判 以此来控制物价 防止社会对立和动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19年阿根廷经济将出现 3.1%的负增长 贫困率40% 年通胀率57.3% 新政府执政的第一周 就与药品业达成协议 将药品价格下调8% 让民众买得起药 许多民众认为 相较之前的物价涨幅 8%的降幅是杯水车薪 但也有民众认为 尽管政府补贴力度不够 但是个良好的开始 新政府主要向6岁以下子女的 低收入母亲群体发放食品卡 为避免歧视食品卡 由国家银行以借记卡的方式发放 由社会保障部 每月为食品卡充值 预计有120万人收益 人均补贴约4800笔锁 明年国家财政 用于这项计划补贴预算 约在500至600印笔锁之间 尽管补贴政策 会赢得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 但将会使GB19的财政赤资 更加恶化 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 阿宁初级财政赤资 达614亿美元 加上利息累计1123亿美元 一些专家指出 解决饥饿不能仅靠贴补 发展经济 增加就业才是脱贫之道 凤凰卫视 陈总求振宇 布宇诺塞里斯报道 在香港 新届坟岭公路下午 发生了严重的致命的车祸 一辆双层巴士怀疑失控 撞向了路旁的大树 造成了6人死亡 39人受伤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对事故造成多名乘客伤亡 感到悲痛 指示相关的部门 连同医院管理局 为伤者及其死伤者的家属 提供协助 这起意外事件发生之后 大批伤者在路旁 在现场等待救援 有乘客头部受创 需要立即送院治疗 轻伤的乘客 首先在现场接受了治疗 再等待救援人员来分流 消防员抬出了多具遗体 并且在现场设置临时停时间 出事的巴士车身严重变形 挡风玻璃破碎 右侧车身整片的被掀开 巴士上层座位摇摇欲坠 事发在下午4点多 这辆有湾在北开出 开往坟岭华明的 978号巴士 行驶至坟岭公路时 突然撞向路旁的大树 意外原因有待警方 进一步的调查 好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 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就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